欢迎收看全民音简终极写作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全民音简终极写作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仍将继续上任期十字一 提到有关于英文作文的部分 上次讲到英文作文的题目是有关于 现在很多学生年轻学生这方面打工赚万块 这会不会影响到学业 这是一种可以增加社会的工作历练 还是说会影响到这课业等等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 这样的一个作文的题目延续下去 把整篇的文章介绍完 那么上次我们提到有关于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提到有些人喜欢可能在便利商店 或者素食店 甚至有些学生喜欢在摆地摊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打工 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从第二段开始 就是讲到这个它的好处优点跟缺点 那么到底打工有什么样的优点 什么的缺点 以及呢 最后你自己的看法是如何 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要把它文章给完成 那么上次我们提到有关于 从这个地方 第二段 the advantage 这个利益呢 of working working part 就是这个打工的利益 这个working part-time are that 那么先讲到它的优点 它的利益 它的好处 上次我们就是提到它的好处 第二段的一开始讲到这个好处问题 那么young people can broaden their horizon 那么年轻人可以 broaden 就是动词扩大 他们的这个horizon 就是水平 就是扩大视野 增广见闻 and understand 了解呢 it is not easy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to earn money 赚钱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它的 这个好处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 可以增加一些见识 社会的历练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了解到 赚钱是非常辛苦 所以对 这个金钱方面的使用 会更加的小心 谨慎 那么这是它的 所带来的一个优点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负面的就是它的缺点 那么前面加一个dis 就disadvantage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if students get to involved in making money lay mind forget about your studies 那么就是说 如果学生的get 这个非常重要 get involved involved in get involved in 就是这个叫涉入 那么也可以叫参与 投入 那么前面加一个to 就是太多的 太多投入这个 所谓making money 赚钱的话 就对赚钱 那么打工 太过投入 花的时间太多的时候 lay mind forget about your studies 可能会忘记 他们的这种学习 学习就忘记 因为花太多时间 整个变成重心 整个重心 变在赚钱 而不是以学业 课业为主 这是他所带来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 too involved in making money lay mind forget about your studies 好 那么这第二段 把优缺点讲出来 第三段再表述一下 个人的看法 我们看一下 I don't think 那么注意这个think 加上这个 那么这个 其实这个地方 有一个let 这个vet是很重要 这个叫名词指语 let I don't think that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你认为 或我认为不怎么样的话 那你前面 这个not一定要放在后面 像我们说 我认为 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你不能这么说 I think he isn't a good student 你要说 I don't think he is a good student 也就是这个not 一定要放在 let之前 就I think 或I don't think 不可以放在这个let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清楚 我不认为 I don't think 那么let的省略掉 working part-time 这个是动名词当主持 奸差 working part-time is a bad idea 是一个不好的想法 也就是说 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好 就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想法 however 然而 他这个地方有个but 有个但是出来 however the focus 整个焦点 重心 focus 就是焦距 重心 应该是怎么样 那么should not 不应该是在 how much one can make 一个人可以赚多少钱 make how much how 不是重心 就focus on focus on 重心不能是放在 how much one can 这个叫间接问句 间接问句 所以一个人可以赚多少钱 为主要的重心 不是我今天要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一直投入 全新的投入 instead 相反的 这个是非常棒 相反 相反的 那么 you should be on the life experience 应该把重心放在 所谓的生活上的一个 sperience 历练 经验 这个经验呢 acquired 被取得 被获得 from working 从工作中获得一些 生活的历练 生活的经验 重点应该是摆在这里 after all 毕竟呢 part-time jobs for students should never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school work 毕竟怎么样 part-time的工作呢 对学生来讲 should never 不应该 永远不应该变得更加的比较急 more important than school work 不能够超越这个课业 所以这是最后的重点 讲出看法 就是说可以 但是呢 不可以这个本末导致 那么可以成为一些 增加一些社会上 比如说去 这个打个工啊 知道一些 那么未来的工作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这个生活的经验 但是不能太过投入 整个投进去了 那拼命要 想要赚钱 然后怎么样 结果忽略的 课业 课业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就是说 重点在这里 after all 毕竟呢 part-time jobs for studies students should never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school work 重点在最后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 你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出来 这样的看法 好 那么整篇文章 就是我们这个 做一个完成的 我们在整个 从这个 今天的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地方呢 在第三段的地方 再把它捏一遍 整个来学习一下 整个一个思考逻辑 应该怎么来写 假设有这样的题目出来的话 最后怎么样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 我们看 the advantages of working part part-time are that young people can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understand it is not easy to earn money the disadvantages 缺点 the disadvantages are that if students get too involved in making money they might forget about their studies 好 第三段 I don't think working part-time is a bad idea however the focus should not be on how much one can make instead 相反的 it should be on the life experience 这个地方 其他省略的一个 which are 关带了 这个直接把它省略掉 直接用分尺结构 被取得 被获得 从工作里面取得的一个生活经验 所以 it should be on 应该是 把重心放在哪里 on the life experience 这个经验是从哪边取得 which are acquired from working 工作中取得 after all 毕竟 像这个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我们说收尾 这个整个文章后面呢 毕竟怎么样 如何如何 最重要的是什么 above all 这个也是 那么或者after all 等等这些 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结尾 part-time jobs for students should never never 放在注冬词后面 毕丽副词 never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schoolwork 非常重要 schoolwork 所以整篇的文章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 范文里面一些好的文章里面怎么样 他的思考楼梯 怎么样来写 然后怎么样来做一个深论 最后 怎么样提出看法 我们就从中的pick up 学习学习 那么了解到各种不同的文章 他怎么样的写 最后呢 纳为自己的一个 这个这个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写作的一个模式出来 最后在考试方面就能够得信验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 全民检终极的这个英文作文 当然也希望整个 这个 节目如果对大家要帮助 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篇讯息 期待 下次全民检终极写作见面 谢谢